三番是淘金者对后卫第二次涉嫌家暴被捕 星期日晚上 Loschetto市警方表示 拘捕了23岁的淘金者对后卫Ruben Foster 并且起诉他家庭暴力 恐吓和持有武器等罪名 这已经是Foster一个月内第二次被捕 上一次是在1月12日的阿拉巴马州 他因为持有大麻而被拘捕 持有大麻在阿拉巴马州是一级轻罪 他当时以2500元保释 星期日上午9点15分左右 警方接到报警电话赶到Foster的家 发现他家中有一支AR-16步枪和一把刀 于是将Foster拘捕 当晚他以7500元保释金外出 淘金者对发表声明表示 球队正在进行调查 一年前他在NFL集训时 就曾因为递交稀释的尿液样本 后来和医护人员发生冲突 最后要被提早遣送回家 针对这些违规的行为 NFL可能对Foster做出竞赛的决定 天下卫视记者徐英报道